最近在网路上面出现了一张 护士吊着点滴在上班的画面 让许多人大呼实在是太拼了 而经过调查这张照片真有其人 他是花莲门诺医院的护士 当天值大夜班的时候 因为急性肠胃炎拉肚子 医生就帮他打点滴 但是他担心请假会造成其他同事的负担 所以继续上班 虽然他是自愿报病工作 但却也真实的反映出 医院护理人力严重不足的问题 从民众用手机所拍下的画面 可以看见 一名体型纤绣的护理师 在护理站上一会做行政工作 一会又寻病房给药 但仔细看看他的手臂上 怎么会掉着点滴在上班 这位可怜的护士 是今年二十四岁 在花蓮门诺医院工作四年的护理师 他十九号值大夜班时 因急性肠胃炎 才会挂急诊 掉上点滴 原本要请假 又担心影响其他同事 所以才会硬着头皮 把班上完 其实这也反映了全国目前护士荒的严重性 像是花蓮门诺医院编制需要四百多位的护士 但目前还欠缺一百多位 白班的话我们大概是希望一个人大概照顾八到九位的这个个案 那小一般的话大概是十一到十三位 那大一般的话大概是十八到二十二位都有这样 我们得缺的护理人员数大概有将近一百位 护理师强调 自己是在不影响工作的情况下 才没有请假 被民众偷拍放上网路 很担心会造成医院困扰 院方则是表示 很心疼这位护理师 以后会要求院内同仁 身体要是不舒服 都要通报单位主管 毕竟照顾好自己 才有办法照顾别人